大家好啊 朋友们 这儿有一个朋友他对美苏冷战啊 提出了有些比较新颖的观点 我们听一听 好吧 谢谢 我平时呢 所看到的就是人们一提到冷战 就是说到这个美苏两代阵营的对抗 往往是把他们理解为彼此是势不两立的关系 如果你仔细地去分析一下呢 或许你会发现呢 这样的理解是不是有一点简单化 因为两大帝国它在生存的逻辑上面 其实是有着一种既互相对抗 也互相成全对方的这么一种关系 我们都应该知道的就是在二战之前呢 美国是长期实行的这个孤立主义的政策 是尽量的避免插手国际示弱 但是为什么在二战之后呢 美国它就成为了自由主义的主导者 而且还和这个苏联它是展开激烈的对抗 其实二战之后呢 美国它在政治理念上是有一个很明显的转变 就是从孤立主义它转向了普世主义 那么也就是说呢 从只管自己的事情是变成了要管别人的事情 甚至是全世界的事情 那么美国的这种理念的转变实际上可以说是被苏联所激发出来的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在大战的大的战争时代呢 结束的时候呢 分析 如果我们分析过美国的独特的精神结构 它是一种清教精神 美国的足体居民是清教徒 他们是有一个基本的信念 是自己是上帝的选民 那么这种信念是导致美国在国际上 可能它会呈现出两种截然相反的面貌 第一种呢 是孤立主义的面向 另外一种是普世主义的面向 那么这两种其实都是清教精神当中不可分割的两个部分 但是呢 不会 它是不会同时表现出来的 因为美国它呈现哪一面给我们看 这取决于它面对的力量的强弱 那么在美国的相对力量 当它比较弱的时候 那么这个新教徒共同体呢 他就会觉得 旧世界的人都已经堕落了 那他们如此这般的肮脏 那么全世界就剩下我们这么一点干净的人了 那么我们是上帝在人间所留下的最后的一些种子 是承担着人类的未来 因此呢 就要特别的小心的呵护我们这个共同体 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除了跟旧世界呢 它的经济关系之外呢 美国它是会尽可能的避免其他方面的联系 那么这是它孤立主义的取向 那一直到20世纪中期呢 除了短暂的例外 比如说一战后期之后呢 美国它基本上都是这么一种态度 这也导致了当时美国在国际这个政治上面 它不是很重要 但是呢 随着美国的力量变得强大呢 美国可能也会觉得呢 我们这样的这群清教徒共同体 如此之干净 那我们希望全世界跟我们一样干净 这是上帝交付给我们的责任 那么于是呢 他也就会努力的把自己所信奉的东西 向外去扩散和传播 让旧的世界不再去堕落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它又会表现出一种特别普世的理念 那既然美国的清教精神它本来就是包含着这种强劲的这种普世主义的冲动 那么为什么我们又说这个苏联是激活了它普世主义的一面哈 因为两次世界大战的历史 我们是明白一战后呢 威尔逊总统的推动下呢 美国它一度是从孤立主义时走向普世 普世主义的 但是呢 传统的精神惯性呢 又非常强大 所以在任何地方呢 都是一样 那美国它国会呢 也坚决的拒绝卷入旧世界的这种事情 所以威尔逊当时也没有说服国会 所以美国呢 也就退回到孤立主义 那这个二战刚刚结束的时候呢 美国它的内部主流声音呢 还是打算再退回到孤立主义 并且一度是真的是退回到退缩了 那么但是却很快它又转向了普世主义 是一直到今天呢 那么为什么一战之后 美国它能够退回去 而二战之后它退不回去呢 原因在于呢 它所面对的外部世界也不一样 因为你一战之后呢 主导世界秩序的是英法两个国家 那英国走的是现实主义路径 法国走的是民主主义路径 那么这两条路径呢 它都没有强烈的普世主义的扩张冲动 英国这样的现实主义呢 它认为人类是没有追求不切实际的理想 你管好自己的事情就行了 那别人家的事情呢 只要不影响到自己 那也管不了这么多 那法国呢 它这种民主主义呢 它更是只是管它自己的事 它是不去管别人的事 它也不认为全世界都应该信奉同样的一套价值理念 所以呢 它追求的扩张呢 都是一种有限的扩张 也不打算让自己的理念是覆盖到全世界 而只是打算让理念呢 只是跟从着国家的利益的边界 但是在二战之后呢 就不一样 一方面呢 你二战之后呢 美国的力量就越发的强大 那么清教徒的那种普世主义的理念 它就有了更强大的实力做基础 另外一方面呢 美国它要面对的首要对手是苏联 它不是什么现实主义或者是民主主义的国家 而是一个苏联当时是一个有着强烈的理想主义和普世主义的国家 它是渴望用自己的那套革命的那套理念是需要改造全世界的 那么这个背后就你就不再是一种有扩张的想法 而是无限扩张的这种冲动 那么逻辑上来说呢 苏联的这种无限扩张的冲动 它是有可能深刻的改变包括美国在内的全世界的 而苏联的理念呢 又跟美国人的信念是正好相反 所以呢 美国的普世主义的它一面迅速的就被苏联给激活了 美国的普世主义一旦被激活呢 美苏两国就进入到一种既相互对抗又相互成全的关系 他们具体是怎么表现的 我们先来说一下 美苏两国它相互对抗的关系 这个两国普世主义理念的对抗 它不仅是表现在政治层面 你比如说想这个想法拉拢盟友啊 以及这个打各种代理人的战争之类呢 那么这些是我们所熟悉的 他们的对抗呢 其实也表现在经济秩序当中 因为两国都试图是通过经贸秩序来进一步落实 各自的这种政治理念 我们熟知的这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啊 总贸协定啊 世界银行啊 这些就是由美国在二战之后主导的极大经济组织 那么他们是一直影响到今天 那美国是尝试着用这些国际组织来打造一种覆盖全球的自由贸易秩序和自由贸易经济秩序 那么这种经贸秩序它所匹配的这样的政治制度就是什么样的政治制度 它是一种西方模式的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 那么苏联它这边呢 它也是打造起了一个和美国针锋相对的经济空间 这个我们可以叫它做是经济互助合作会 简称是经贸会 那这个苏联它把世界上绝大部分的共产主义国家 你比如说东欧的一些国家 美洲的古巴 亚洲的越南和蒙古 其实他们都是纳入了这个金户会当中 通过金户会呢 苏联是成功的把计划经济这种模式是拓展到了整个共产主义世界 那苏联它打造的这套基于计划经济的贸易秩序 它跟美国基于自由市场经济的贸易秩序 它是一种相互隔绝的关系 它几乎就是形成了两套平行的世界在当时 那之所以苏联要打造一个相对封闭的贸易空间呢 是在于一旦苏联让这个金户会成员国呢 也参与到美国主导的自由贸易体系呢 那么这些国家就会跟苏联帝国圈以外的这个世界 它有大量的资源交换 那莫斯科它是没有办法对这些自由资源交换 是进行计划的对吗 因为它是计划经济就必须是封闭的 那么苏东世界内部呢 它会出现某种计划外的失衡状态 那计划经济模式它就会破产 因此呢为了确保计划经济的有效性呢 苏联它就需要确保金户会这种相对封闭 并且独立的经济空间 那这也使得这个苏联跟美国之间的经济联系 是非常之微弱 这是冷战时期的一大特征 那美国和苏联的对抗呢 这一方面也比较好理解 但是为什么是两套体系又相互的成全一面 对方的一面 因为美苏它两大集团都是把对方视作 当时是把对方视作邪恶的存在 并且他们是坚信自己双方的理念 都是真正的正义 那么最终是要消灭对方的邪恶理念 是覆盖全世界 那这两种理念在实践当中 是要能够自圆其说不至于堕落为虚伪 那你就得对方兑现一下 你自己在这个理念上面的承诺 但是要兑现承诺呢 恰恰又是要以对手的存在为前提 那你先说一下美国 它对普世人权秩序的承诺呢 是意味着在原则上来说呢 如果有哪个国家你达不到这种标准 美国就要过去管一管 问题是你管一管是要付出成本 除非是美国和那个国家之间 你能够形成正向的经济循环 能够通过贸易过程收回它付出的成本 否则呢这个就是一个烧钱的过程 美国能不能烧得起看一下阿富汗 那么冷战时期呢 美国的帝国圈呢大致它覆盖在西欧 拉美东南亚等国家 都是能够与美国形成正向经济循环的区域 美国可以是很轻松的在这些地方 推广自己的理念 那美国帝国圈以外的地方 你包括中亚内陆非洲大陆深处等等 就算没有苏联干预 那也是美国不太容易形成深刻经济关联的地区 那美国要想兑现自己的理念 它原则上呢中亚内陆这些地方的事情 美国也应该管一管 但实际上呢它也是管不起 因为非常烧钱 那么刚好呢你冷战时期呢 这些地方多半它是处在苏联的帝国圈里面 那美国它当然可以不管 而不是我不管 是苏联这个邪恶的帝国 它在捣乱 所以我不管 所以美国它在帝国圈之外呢 它既不用付出经济成本 又不会承担道义上的指责 甚至呢它还是可以强化自身的正义 正义形象 但是呢等到冷战结束苏联解体呢 这样美国是稍微有些麻烦 因为苏联势力覆盖它的范围 苏联是它的势力范围是退出了这些地方 那么这些当地的秩序呢谁来管 大家肯定都是指望美国去管 否则那你美国的普世主义的这些理念逻辑呢 也没有办法去自人其说 但是美国实际上是要管呢 这钱呢你管不管得起 硬着管吗 会不会陷入财政的无底洞 所以我们是可以看到 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 刚才我也提到 那么这个结果是大量的砸钱 也没有什么实际的收益 那么至于撤军呢 后果大家也是看到 那么当初美国就是管这些地区呢 这些地区也是一直给它带来头疼 那么如果美国不管呢 其实这些地区它自己也是非常乱 那么于是呢 美国的理念呢 当时阿富汗撤军的时候 微信群里是怎么去攻击美国的 虚伪啦各种啊 大家可以回忆一下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苏联这边 苏联它要想让自己的帝国圈内 各个国家的革命方向和自己保持一致的话 它就必须对这些国家拥有实际的军事控制能力 而军事控制能力的前提呢 是苏联的财政支撑能力 那苏联的势力范围 它所及的是东欧中亚以及部分中东地区 恰好就是苏联军事投放能力和财政支撑能力的 平衡点所在 那么苏联后来之所以它在阿富汗是在跟头 那么除了阿富汗的地理结构极其复杂之外呢 其实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阿富汗呢 已经是超出了苏联军事投放能力和财政支撑能力的均衡点 因此呢大阵营时期的这个世界格局初看上去是两大帝国呢 都不会满足的状态 但实际上是两大帝国各自达到实现实可行的这种扩张极限了 这种扩张极限之后的一种均衡的结果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美苏他与对方的势力范围不但是不用承担任何责任 还可以是互相指责对方是在这些地方构建的秩序都是邪恶的 那么这也让他们各自都能够去达到逻辑的自洽 而不至于是被人们所指责 那么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浮现出来了 你对手的存在反倒是使到美苏两大帝国是无需去背负太多的理念和现实之间的矛盾 那么如果我们回溯历史的好几个时代的话呢 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特征 就是每开启一个时代都是颠覆性的技术 都是颠覆性的技术的出现呢 都会是一个时代各国家它相互竞争之下的产物 那么竞争过程当中呢 其实这种发出有颠覆性的新技术呢 也是会终结它所在的那个时代 并且是开启一个新的时代 您比如说在大阵营时代 那美苏双方它是为了能够有效的制衡对方 当时是拼命的发展技术 1969年啊 美国它在它的国防部 阿帕网的原有基础上是发展出来了最初的互联网 那么在转为民用之后呢 互联网是给世界带来了一系列的革命性的变化 那么它也引发了新一轮的信息技术革命 那么在技术层面上 互联网对于世界其实已经形成了一种新的全新的全方位的改造 它已经不能够仅仅是让我们理解成为一种技术 可以说是对人类自身秩序的一种技术性的模拟 因为人类世界它秩序 竟然是算是一个网络 包括个人国家公司等等在内无数行为的主体 在不断的 在不断的这样的互动的过程当中 它形成一个庞大的网络 没有任何人是能够有效的去把握和理解这个庞大的网络 这种运作的机制 因为每个行为的主体的行动和决策呢 都是在和其他主体的互动过程当中去动态的做出 人类的这种秩序 这个网络它是在不断的向前自身演化 如果你想是比方说靠中央集权的方式去来控制自主的秩序 注定你社会失败 因为中央集权的任何控制行为呢 都只不过是给自身的这种秩序网络 从增添一个新的变量而已 根本是无法控制这个网络 人类秩序呢 它这样的这么一个网络状态呢 互联网其实跟它的逻辑极为相似的 可以称为是对人类秩序一种完美的技术模拟 因为人类的行为呢是借助互联网这个载体 是加快了自身的人类自身这种秩序的演化的速度 一切坚固的东西有可能都是会烟消云散 所谓坚固的东西其实并不是说它本身有多坚固 而是说它是我们在理解世界的时候 所习惯的参照系 能够帮助我们来理解认知和把握这个世界 但是呢 我们经常会把这个认知出来的世界 这个参照系认知世界的参照系 我们经常会把它当作是天经地义 那么一旦这个参照系做废 那么那些被我们视作天经地义的东西 它也会做废 那么就导致我们会觉得一切坚固的东西 它都会烟消云散 那么在国际政治意义上说呢 这个一切固定的边界呢 也全都消失 怎么说呢 如果是从国际政治问题去思考的话 国家它是构成我们潜意识里面的固定的边界 国家它有很核心的东西就是主权 那么在以前的时代呢 主权啊 经济啊 观念啊 安全 它都是首要的边界 大致上是可以重合 因为我们过去所需要的信息的传播技术啊 物质啊 这些流通技术 以及军事打击这方面的技术 它都是由国家主权去给出大致的范围 但是呢 这样的一种重合性在今天可以说失效 因为你信息技术使得信息可以极为轻松的去穿透这些固定的边界进行传播 日常比如说我们进行购买啊 消费啊 支付等等这些行为 都属于广义的这个信息传递 那么互联网上面这种让各种信息传递 其实是彻底的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那么我们所熟悉的所有边界呢 它都会在这一过程当中消失 那么掌握信息底层技术的这些公司 它的行为呢 已经不再是商业行为 因为这种技术的效能 它是有已经深刻的穿透国界 那么这种公司的行为呢 它也不再仅仅和公司啊 它的所在国相关 它更加复杂的含义是需要有新的这个国际层面的制度来安排 并且是进行规范 那么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呢 国家在人类秩序当中的地位呢 也是需要被重新划定 所以呢 任何安全的边界都需要去重新去定义 这也是意味着我们过去对于安全的问题啊 战争的问题啊 很多都是要重新去理解 那么这些有可能都会作废 因为互联网技术以及各种太空技术的发展呢 你包括战争呢 我们都是所能想象的这些海陆空的这些都会 有可能都会变成一种彻底的空天战 那么回忆一下最早你说这个农业社会 95%的人它生产 5%的人消费相应的 那么当时社会的伦理逻辑 以及人们愿意接受的这种正当秩序 95%的人生产 95%的人消费 那么整个社会的这些伦理逻辑呢 也就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 人们这个时候他愿意接受的正当的社会秩序呢 就是一种平等的秩序 因为你人人都在生产 人人都在消费 但是在我们要注意的就是 未来人类社会有可能会变成只有5%的人 是从事生产 95%的人是专门去消费 那么实际上我们今天也是能够看到一些趋势 真的是到了那个时候 人们是愿意接受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正当秩序 现在说不清楚 所以我就觉得那个贝克利的观点比较独特 所以我就分享 那么那一种新的这些新的观念呢 哪一种它是会决定未来社会的可能的样态呢 也会在极为深刻的意义上是 重新的去定义国家 并且更进一步的重新去定义国际秩序 另外你秩序的 技术的发展使得机器 越来越多的去替代的人 那么所以这个都是我们值得去思考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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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